23.建立秩序在火星这个全新的环境中,建立一个有效的社会秩序和管理体系,成为了定居者们的首要任务。 这不仅关乎基地的日常运作,更是确保这个远离地球的社区能够和谐、高效地发展的关键。 A.制定规章制度首先,为了保持基地的秩序和效率,制定一套规章制度至关重要。 这些规章涵盖了从资源分配、劳动分工到行为准则等多个方法,定居者们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负责起草和审议这些规定, 确保它们既公平又能反映火星环境的特殊性。 B.管理机构的建立随后,为了执行这些规章制度,基地建立了相应的管理机构。 这些机构包括资源管理部、安全维护部、健康服务部等,每个部门都有明确的职责和权利。 这样的组织结构旨在保证基地的各项需求,得到有效的满足和管理。 C.选举和代表为了确保管理体系的公正性和代表性,基地实行了选举制度。 C.居民们定期选举代表,参与到基地管理和决策中。 C.这种民主的做法增强了居民对管理体系的信任,并鼓励他们积极参与到社区建设中。 C.解决纠纷在日常生活中,难免会出现纠纷和冲突。 C.基地设立了调节和仲裁小组,负责处理这些问题。 C.这个小组由经验丰富的调节者和法律顾问组成,他们采用公正和透明的程序来解决争,保持社区的和谐。 C.文化和教育文化和教育,也是新社会秩序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C.基地设立了教育中心,提供从小学到成人教育的各类课程,不仅教授科学和技术知识,也强调文化多元性和社会责任。 C.这些教育活动帮助居民更好的理解和适应火星的生活。 C.安全和紧急响应考虑到火星环境的特殊性和可能的紧急情况。 C.基地建立了一套有效的安全和紧急响应机制。 C.这包括定期的安全演习,紧急撤离计划,以及快速反应小组。 C.这些措施确保了在遇到紧急情况时,基地能够迅速有效地应对。 C.持续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基地的管理体系不断完善和发展。 C.管理团队定期评估和更新规征制度,确保他们能够适应基地发展的需要。 C.居民们也逐渐习惯了这套体系。 C.他们通过参与和合作,共同维护着社区的秩序和发展。 C.在火星这个新世界中,建立和维持有效的社会秩序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C.通过这些努力,火星基地不仅成为了人类生存的空间,更成为了一个充满活力,有需且自给自足的社区。 C.在这里,人类不仅学会了如何在一个新星球上生存,更学会了如何在这个星球上共同创造一个和谐可持续发展的新家园。 C.在这里,人类不仅学会了如何在这个星球上共同创造一个和谐可持续发展的新家园。